8月1日,香港警方分别于天水危机火炭,导破两个武器库,减获攻击性武器及爆炸品等,两起案件共拘捕11人。 8月2日,香港警方通报了有关案情。 由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李贵华指出, 8月1日下午,突击检查天水危天瑞春瑞满楼一单位。 于单位内,收获30枚已经制成的烟雾弹,一批半制成烟雾弹,制造爆炸品原材料销酸钾和制造爆炸品的工具及50万元现金。 事件中有三名男女涉无牌藏有爆炸品被捕。 我们有组织和三合会调查科在早前的时候接获了一个宪布, 有人指称在天水围的天水村,水门楼一个单位里,藏有和制造爆炸品。 就因为这个情报,我们昨天下午4时50分的时候, 就是持法庭的首领突击检查这个单位。 在行动之中,我们就是找到30个已经制成华尔的烟雾弹, 一批半制成的华尔烟雾弹, 和一批华尔的销酸钾等的原材料, 一批的工具,和是有50万的现金的。 熟理沙田景区副指挥官陈兴志,8月1日晚90序, 在火炭处理一宗爆气案时,导破一个物资舱, 当中减货弓、弓、箭、钢珠等及一个已经制成的汽油弹。 陈兴称,在过往的示威冲击中亦发现钢珠、弓、箭等, 而发现的弓是真的可以射箭,有一定杀伤力。 若真的在冲击中使用,后果可以很严重。 五点钟的时候,沙田分区特检队的人员, 去报一宗爆竊案件,处理这宗案件的期间, 在沙田火炭区一座工业大厦的停车场, 发现有四名男子,当时他们是刑职可疑的, 当时是推着一部手推车, 车上有些纸皮箱,和每人拿着红白蓝胶袋, 他们发现他们刑职可疑,就向前截停搜查, 在截停搜查里面,在他们的物品里面, 发现有链球棍,有钢珠, 而且也有一些规格, 碗、胡渣,和一些通讯器材, 这些器材,其实就是在一般的游行示威, 或者暴力冲击里面,都有用过的, 而且在一些暴力冲击的事件里面, 我们警方也发现有部分暴力的人士, 使用过链球棍, 和用过这些钢珠去袭击我们警方的防线, 所以综合现场的环境,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四名男子, 是干犯了藏有攻击性武器的罪名, 于是我们就在现场, 抓了这四名男子。 警方指, 因最近有人于示威中, 使用汽油弹、铁球珠、弓等, 因此合力怀疑上述两宗案件, 相信与暴力示威人士及游行有关。 据香港文会报报道, 被捕者中包括已经被特区政府取缔的非法组织, 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。